持續來看到是在日劇時代 興建的臺中天外天劇場 雖然一度被列為占定古蹟 但隨著地主訴願成功 行政院撤銷了占定古蹟身份之後 地主在今年一月派出了怪獸 拆除了屋頂 但事後卻被都發局 也沒有申請拆除職種 要求停工 但現在又有民眾發現 怪獸再度進駐 將天外天劇場的外牆正面拆除 台中天外天劇場外牆 被拆得七零八落 鋼筋裸露到處都是石塊 原本圓拱形的外牆和屋頂 都消失變成了一個廢墟 還沒拆除之前 天外天劇場從空中角度看 是一棟圓拱形建築 它是在一九三六年啟用 是臺中第一座電影院和劇場 三層樓的建築 附設食堂咖啡廳 是當年臺灣最大的歐式劇場 到現在已經有八十五年的歷史 曾經一度被文化部列為 占定古蹟 但去年地主訴願成功 行政院撤銷 暫定古蹟的身份後 地主開始拆除劇場 雖然都發局在一月 已沒有申請拆除執照的理由 勒令停工 但現在又開始拆了 第三點 請頹或朽懷有危險之餘 必須立即拆除的建築物 敵的確確是符合在 不用申請拆照的範圍內 工地主任強調 不必申請執照 但都發局說沒有申請拆除 執照就是不能拆 雖然都發局揚言開罰 但罰再多前甚至是立刻停工 用八十五年歷史的天外天劇場 都已經變成了斷圓殘壁 再也無法恢復了 華視新聞 武林安 張春風台中報導